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杨,这是小小米,但是小小小米啊,今天我们很开心,因为我们看到了爸爸在公车在楼下,然后今天我给他准备了一个菜,因为他一天忙在外面,等他回家,看看我们做的馅饼,还有鱼,就是有一个粉色让我做的菜,这个青人鱼,是我自己做的。 还有粥,因为外面很冷,我们必须喝热的,等一下,我老公回家了,我们就可以开放了,那大家告诉我,谭题上告诉我,我是不是一个横哥的生媳妇,看看我做的,厉害吧,厉害吧,好,回来啦,Hello,菜都做好了,可以啊,你们也太厉害了, 哇,开心了,这个鱼好像很诱人哦,太棒了,看起来很重中哎,朋友们,上次是不是有一个粉丝朋友说让你做青龙鱼,你就做了,是啊,太用心了,真的是太用心了,是不是关键是给我做的? 对啊,爱你哦,你一天往啊 我孤独呀,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 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 太棒了,全王,最漂亮,最会做的,杨媳妇,就在这儿 哎呀,撒孤点火锅 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 啊,咱们儿,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 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,咱们吃吧 那让我们开饭啦 چ mechanical on a miss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鱼 老铁们 看一下鱼 鱿鱼 味道鲜美 味道鲜美 哎呀 太棒了 再蘸一下底下这个汁 这个汁你也会做 我看看开库做了 哇 来看一下这个鱼 我觉得非常棒 我做的 哎呀 小杨做鱼还是有一套的啊 因为我老家我就这样 那你自己加 一会儿爸爸帮你加一次一次 清蒸鲁鱼 非常棒 我给你弄会儿 哎呀 儿子你又吃眼睛了 哦 对 所以给大家看看 我们家的混血大宝 最喜欢吃的鱼的部分是哪里啊 大家知道吗 眼睛 大家看看 这个鱼的眼睛你们知道吗 走 吃到我妈的鱼强 我们家的大宝 鱼一上来 第一个吃的是什么 鱼眼 我不吃 鱼眼 你真的 你真的 他非得让他妈妈吃鱼眼 他妈妈从来不会吃鱼的眼睛 我真的不吃了 你好吧 嗯 要跟你 嗯 你也喜欢 嗯 还想 我比他命 嗯 我像唱一口 哎 我以为你唱一口鱼眼 我 自己为他也陶费了 我太可以做饭了 你看老公 不过他做的真的很正宗 不如说 你要是招的骗人 不一定怎么会吃饭 绝对不可能 你们知道鱼有几种做法吗 在中国 经验鱼 然后呢 谁煮鱼 还有呢 烤鱼 烤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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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呢 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他想吃 你去那里头我儿子嘛 是是是 正宗的中国人 哈哈哈哈 他喜欢吃剁椒鱼头的同志们 嗯 我们家这个厨房还是把他们两个都变成了小中国人 还有一个在看店里的那个鱼 翻过来的 翻过来的 然后他好像在跳一样 对 对 有一种鱼啊 那个叫松鼠鱼 松鼠鱼 对 倒上番茄酱 是吧 红色的番茄酱 对吧 那个鱼也非常好吃 对对对 我喜欢那种 不是我在这一直说话 我儿子把这鱼都快掏空了 一直在吃 没事 你多讲 给我留点不行吗 你这个胖鱼吃的也不少 这个鱼已经被掏空了 多给他俩吃 吃鱼聪明知道 我就是吃鱼 一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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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五 哎呀 出了 哎呦 你做好了 吃的满脸都吃 好 大家可以给我们的杨媳妇小杨 评一下分 这个鱼能拿多少分 如果一百分满分的话 大家可以给他评多少分 还有这个正宗的 馅饼 这个馅饼小杨做的 大家可以评多少分 还有这个小米地瓜粥 记得留言区给小杨打分哦 会不会有留情